PS5港幅自定义动态背景强指的功能 现在可以用了 但是这个功能不一定是你们想象的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我这台PS5是国行的 备份的港幅 没有经过任何更新 反正今天我一打开PS5就变成这个样了 现在版本是24.06.10.1 在左侧 会员 商店 然后多了一个欢迎 这个界面是新出来的 上面有一个正在下载的图标 27%使命召唤 然后这还有一个探索每月的新游戏 然后是奖杯 PS5手柄的电量 主机存储 也就是硬盘 后面还有商店等等 多了这么一个界面 然后在网上有三个小按钮 一个是编辑小工具 这些信息都是可以隐藏的 然后第二个是变更预设 它有四项 一个是亮点 一个是社交 一个solo 一个您的预设 然后还有一个最后一项 就是变更背景 它默认提供了几个背景图片 上面几个都是静态的 下面有几个是包含动画的 动画效果是这样的 但是问题来了 这个自定义壁纸动态壁纸 只是在这个欢迎里面出现 在其他游戏里面 还是该什么眼就是什么眼 所以说我说这个功能不一定是你们某些 PS4忠实粉想要的 另外这个背景可以来自游戏 这是宇宙机器人自带的背景 是这样的 但是清晰度不是很高 然后还可以自定义 从媒体相册 比如说这个 欢迎中心变成了这个 其他游戏的背景都没有变化 了胜于无吧 另外我们还可以把电脑上的背景 通过U盘传上PS5 可以用截图的方式传上来 然后再设置为背景 有总比没有好 是不是各位 这个越来越像手机或者是macOS macOS也有一些自定义小工具 就类似于这样的 好这个新发现分享给各位 你们觉得怎么样呢